全世界會爭取給多些人接受高等教育 這個趨勢我相信是跟世界一起進步一起增長 大學的人在人口比例中是會增加的 飯飯都可以節省一些 家長對子女的讀書是不會節省的 我們之前投了一隻美國學生宿舍基金 疫情爆發的時候 我都打電話問Cavis 我們投了美國學生宿舍 好像停課 學校都停課 會不會人去留空 沒有人租 我們怎樣向客戶交代呢 實際上當時的情況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們學生宿舍的單位其實一直都有人租 都難得我繼續在這裏 因為他怕學校一回學會沒有地方住 法國家長停課 即是子女的學校宿舍不租的比例很低 即是我們那個出租率 有九成 繼續有九成是收到租的 所以我們跟投資者都有比較好的交代 即使在疫情下 租金都依然很穩定 這個亦都令到我們有信心去做第二個學生宿舍為主的投資基金 他的投資對象就是 在一些近接大學周圍的一些住宅群 對象給學生 香港就好像未看到有人專門經營這些學生宿舍 但在外國就很普遍的 租一堆回來 大單位變小單位變酒變式住房 法國是頗受歡迎的 以及長期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況 所以我們覺得這項投資是一項相對穩定的投資 隨見我們19年不買美國 到現在我們準備要做英國 其實如果我們講學生公寓的投資的話 其實這兩個市場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 所以我們都會首選回投這兩個國家 英國這個教育制度的吸引度 其實不只是說留學生的 留學生固然是多了 例如計算全時間的高等教育學生 在英國大概是200萬個 裡面其實有25%都是留學生 其他75%到80%都是本地的一些學生 其實我們很喜歡這些市場 是因為不只是要依賴海外留學生的 其實本地的學生的需求自己都很大 因為其實跟美國的情況很近似 就是在英國很多時候我們讀書升學 不一定是講在自己的城市 可能是穿州過省 因為穿州過省一定有需要要找地方住 其實英國是一樣的 給大家一個數字 譬如今年截至1月 在英國大項的申請人數 已經增加了5萬多個人 那5萬多個裡面 其實當中大部分都是本地英國學生 現在利息普遍偏低的情況下 這些學生宿舍的回報 其實是既穩定又可靠 美國10年債券都是一來六到 好,我們這些通常都除完之後 都有三、四厘